我觉得首先把这个马侃换上来之后呢 他上一场表现得非常好 而且他的防守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他在开局中国队的防守强度 已经要提起来 然后呢因为赵锐今天没有报名 所以呢换上孙明辉来顶替赵锐的位置 也是通过防守先抑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进攻吧 今天中国队在报名名单上啊 这个赵锐和赵小川两个人是没有报名 换了周鹏郭艾伦两个人进入报名名单 这边一开局是一次右路配合之后的空间啊 中路进来 中国队防守一上来还是显得稍稍有一点不够专业 对因为可能比赛刚开局 然后可能双方对因为打都比较了解了 所以你的防守体绪包括你的这个整体战略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他们可能会打一些变化 可兰白克要出来之后的一次三分没有能投进 上一场比赛可兰的三分牛投的非常好 这次破坏对方的快攻机会 马侃刚才这个可兰白克投这个三分 可能也是因为延续擅长的手感 但是这个开局可能也没有就像之前那样 然后把球打到内线 就从前两场比赛来看 基本上开局中国队都是在围绕王哲林这个点做配合 无论是他提高位做侧应做挡拆 还是内线的要位 对对对 今天打的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王哲林这个点确实这是很占优势 我们看这边一个错位 打方舍这一点 背身方舍防得不错 好 摩承配合 好 方舍空姐走 孙明辉要球 好球 整个战术的配合其实到最后呢 是出在了王哲林这一点上 尽管没有把战术完全延续下去 但是个人能力能解决问题了 对 因为这个王哲林 其实在这个这支中国队里边 是一只一个对手解决不了的一个点 所以可能开局的时候 还是从他这边打起比较多 行进间那个挡拆直接抛头了 好球 孙明辉 NVR连队的防守专注度也不是非常的高 刚刚开局大家还在进入状态 但是我感觉相比于前两场来讲 今天开局大家的进攻打得都非常好 没错 命中率很高 阿姆路沙拉木空到前场 提上来打一个挡拆 要掩护没有给 还是要王哲林上来做挡拆 放手跳投 漂亮 方舟这几场比赛打得很自信 对 他现在就是感觉他打得很自主 自信的基础上很自主 他并不像有的球员上来比较紧 他完全是发挥自己 打出自己的节奏了 好球抢断 第一位的一个内传队出现失误 这边中乐的反击 方舟控制一下节奏 直接三分 好球啊 手真是硬啊 对 非常有自信 我觉得对于方舟呢 应该说陈磊指导会非常的熟悉 因为这是您当年在北京队当队长时候成长起来的一个年轻球员 对 这几年他的这种进步变化 您怎么去看呢 主要是得益一些什么呢 对于年轻球员 首先他的经历吧 因为他如果方舟现在想打好球 就是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他不能忘记自己的进攻 不能忘记自己的进攻 因为方舟在投射方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 这个投手也好 然后是攻击点也好 他要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在北京队的历练 然后总冠军的洗礼 他现在已经相对之前来讲 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中队这边出现了一个失误 破坏对方的快攻 出了一个围体 我们看现在这个澳大利亚的防守 已经摸透了现在咱们国家队的这个一个进攻的套路 有几次都是这种直接就抢断了 网友 让我们看见 各种基本的线一 离楼之中 都要做个局的 去到达四辈子 再分绝地 被打包着 到过渡只能地 给他们达四辈子 喇唷 网友 这可以 中国队队就换点 王思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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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这边内线换人 调下王哲林上了神字节 这场比赛神字节上场的时间相当早 对 因为比赛过了三分多钟就开始调换 对 看来也是要对神字节这个点 做多一些的观察吧 对 你目前从中国队内线的配置来说 这个王哲林 阿联 周琦 因为这三个人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还有一个位置 是不是考量再带一个大个儿是选谁 这就是现在要直接观察 对 因为现在有几个位置是比较微妙的 因为有胡金秋 然后神字节 阿卜杜 沙拉木也能客串四号位 三四号位都可以打 然后还有小川也是三四号位都可以用 所以在这个还剩一个内线四号位这个位置上 他们会更多的考察球员吧 孙明辉的第一发没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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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明辉的第二发没有中 澳大利亚队整个内外线的闲击 其实从上一场看 他们打的还是比较出色 也比较多的 他现在的进攻 没有受到太多的 中国队的影响 命中率非常高 这个9号上一场比赛 就得了全队最高分 所以现在他不给他身体对抗 你要不是不给他一放松的话 他们就会马上找到感觉 因为已经打了两场之后了 所以双方都比较了解的 你上了之后 还是要像第一场那样去防守 对于中国队来说 现在其实叫三宾 最主要解决的问题 是防守端的问题 对因为比赛刚刚过去4分钟 然后对方已经得了14分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 算是他们的命运率很高 同样的也反映出 咱们的防守用身体 顶的方面还是不够 而且韦伯斯特一个人9号 一个人现在打到4分钟 打了4分钟的时间 就拿了11分 对两个3分 然后两次发来一个中投 效率有点太高了 打了5分钟 打了5分钟 方硕 这段时间中的进攻不是非常的顺利 王正林下去之后呢 进攻的重心不是特别明显 不太明确 而且篮板球的保护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现在退防有些问题 因为对手现在是追着咱们打 所以呢内线必须得先退到篮下 做保护 因为对方几个风线球员 这冲击力还是有的 中队要换郭艾伦上 现场这个掌声也比较热烈 因为郭艾伦也是属于中队后卫线上的招牌球员 对 一直在训练但是没有出场 对前一场比赛 郭艾伦都没有出场 因为今天可能也是想调整一下他的状态 所以呢让他再跟大家一起再磨合一下 对手瞅了一个区域的122 郭艾伦还是利用穿接球来过半场 过了中线之后 对方的夹击做得很快 但是中国队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这种预判 孙子杰接到了郭艾伦的一次非常好的团球 有些可惜啊 郭艾伦的第一船 其实孙子杰这个地方准备时间略长了一点 对因为郭艾伦突的时候 孙子杰是往外面走的 因为他应该去往里面顺 然后接着球就可以投篮了 很可惜 一个是默契性 一个是这种比赛过程当中的准备的这种习惯性吧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 毕竟孙子杰打大赛啊 经验还是缺乏一些 对 而且他这个磨合也是一个问题 对 两个球员可能是不是在一起打球时间不够长 罚球也是中国队的一个问题 现在上一场比赛 中国队的罚球命中率就不高 上一场中国队罚篮的命中率是64% 孙子杰两罚都没有 中国队也守一个全场领防 好 今天郭艾伦一上来很兴奋啊 对防守端 防守端 非常的凶 对 非常凶 作为无球掩护 韦伯斯特扑那一团内好球 这配合打得还是很漂亮 大家对 外轮挡拆 出失误了 还是好长时间没有和这些队友一起配合 对 难免默契程度上有点影响 对 虽然训练当中大家一起打 但是要打正式比赛的那个心理状态 也还是不一样的 换上了周鹏 全场绿队来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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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个人防守单名防守能力上周鹏绝对是顶尖的 进攻端现在中国队显得稍稍有一点点凌乱 对 有些不太明确 有些停滞 因为可能那个王哲林下场之后呢 内线的没有一个点 所以呢 以多以党差为主 这上赵巨尾下了孙明辉 这上赵巨尾下了孙明辉 辽宁的后卫组合 没错 好 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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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的整个协方还是不错 但是高位这边一给机会 对方就能中这么一晚了 因为经过第一场澳大利亚队调整之后 其实支持球队还是以外线为主 然后其实是有很多投手的 所以外线的轮转还要更快一点 阿姆沙拉姆外线出手 三分还一个 这是阿姆沙拉姆的特点 关键时刻手不软 对对 我记得上一场就有很多这种 阿姆沙拉姆 对方投了几个马上回来之后 就能还一个三分球 没错 心理素质非常过硬 上了一个投手 克林特 澳大利亚队这边 上场比赛连进三个三分 比我们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还是做大赢物迅速的回收 这个球让对方把篮板球抢到小个儿 最小的后卫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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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还是一个全场的区域防守 守得很多现在澳大利亚队里边 过中线的夹击运用的非常多 好球 漂亮 神主杰 这次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随时准备内切 外线再出手 三分球没有 中队篮板球保护下来 就是防对方的外线保护篮板 抓反击的机会 然后打他们的反击 对 很可惜这球没有投进 还是内线要先退防 转换进攻投了一个三分 阿德普 对方今天外线的投射民众率很高 周鵬 还是没有 现在没有王哲林中队的整个内线的高度上 对 还是要出推 咱们现在手的防守伸作性比较大 因为对方现在外面这么准呢 大家轮转的时候端往外扑 没错 所以内线呢就会有一些漏洞 所以要靠异色的这个球员 要迅速回到这个先防位置 好球 赵俊为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在内线信对方夹击之后传给沈子杰 非常的耐心 险些三秒 好球 漂亮 赵俊为直接抢断对方 这是一个围体犯规 肯定是围体犯规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防守 尤其是国内线的 其是国内线的 台湾学生 上次占为点击 帮助 浙地的中心 最终的 负责 和 尤其是国内线的 第四次 范围 唯一 而 赵俊为 决定是 第二线的 第二线 谁 第一线的 占定是 第二线的 今天中部队后卫线上的罚球 孙明辉两罚中一 赵几北这第一罚也没中 整体罚球命中率确实有些太低了 两罚不中 中部队等于说前六罚只中了一个 中一个球 对 照理来说苏明辉赵几北这应该都是法兰很准的球员 对 好球 漂亮 我们看郭艾伦适应了一会儿这个比赛节奏之后 马上就能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刚才一次非常好的一个助攻 这个神子杰的空中接力 球 险些防盗对方的失误 但是这边打的确实也很有耐心 克林特又是他们的投手 我们看对方今天的三分球的命中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对于外线的轮转还是能不能更快一点 因为他还是有重点的 还是有重点的 对于不准的能不能就是延误然后去防准的人 注意时间 注意时间 这在换防之后郭艾伦防内线身高比较矮所以 很明显的一个错位 对对很明显的一个错位 对对很明显的一个错位 这个看郭艾伦也是从弱侧来过来协防 注意到14-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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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llio Johnson 开手122 这次加级锐 这位置出的更早一些 好球 郭艾伦 一打一的能力在 但是手感没有那么好 澳大利队也是非常有经验 看时间还剩最后12秒 节奏压下来 非常的耐心 这样的首阶比赛结束 18比32 中国队暂时落后了14分 这是一个相对 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 要有一点点被动局面 我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面的比赛 在这几天的比赛 一会儿回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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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防守收出的太小了 他们今天投得非常准 投得非常准之后呢 我们应该再轮转得更快一点 对手一截得了32分 这相对于前两场比赛来讲 防守做的并不是很到位 但是呢 对手这个命率 肯定不会一直这么高 希望咱们中国南篮 这帮小伙子能够耐心的 在防下每一个球 也不能着急 现在越着急呢 可能效果越不好 赵继维 好球 机会非常好 漂亮 这是很好的利用高位党 拆除机会之后 吸引对方下线 往上走的时候 一收缩 球给到低脚 对 赵继维 这个战术打的我感觉 好像和北京队以前打的 对 马布里那个很像 赵继维的视野非常好 大家看到夏顺的 已经弱色的人过来收缩了 所以他马上把球给到周鹏 现在王正林不在场上 整个进攻的发起梳理 郭爱伦这边 就要做更多的这种调度了 因为那些没有绝对的强点 我们看周鹏 他来说 转换得非常快 对方对方 还是准 还是准 还是真准 真准 9号 外线四投三中了 好像是 一半球争抢 对方拿到 还是注意快退防 对方的珠峰已经到篮下了 胡敬秋篮板球收回 这下出了个失误 对方的底线球 今天这要换王哲林 而今天呢 其实对于李南指导来说 因为前两场都赢了 都是针尖队外盲 拼着把他拼赢了 所以这场比赛可能 重点不是说 对于队伍的这种胜负了 更主要的还是要 观察球员磨合队伍 对 更多的要观察 他的所需位置上的 需要考核的球员 没错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看 其实你像方硕 王哲林下的都非常早 这前两场表现 很出色的球员 或者是像王哲林 现在这支队伍的核心 那么大部分时间 都没有用它 其实也是为了观察 胡敬秋 孙子杰的表现 对 方硕和王哲林 直接打一个挡拆 再给到若策 球的周转还是比较快 他是王哲林 在上线做挡拆 中投 上来就管用 所以我们说 中国队这个第一节 落后14分的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 防守端对对方 外线限制不够 对方今天也比较准 再一方面也是 中国队自身啊 就是要观察这批球员 没有用最强的这种对抗 外线的出手机会 王哲林回来之后 篮板球就好多了 随为固执下节奏 机会 我看现在这个澳大利亚 其实对现在防守 很有意思 它跟前两场不同的是 它没有那么疯狂的 去逼咱们后卫 而是大家都收在里面去防 所以现在就考验 咱们外线三个球的命中率 又是一次抢挂 对方还有8秒的进攻时间 这时候要注意这8秒钟 澳大利亚队请求暂停了 那么这会儿王哲林回来之后 我们从篮板上内线高度上 都有所增强了 那么这样的阵容 对中国队来说 应该注意什么 或者怎么打去 把这个分要回来 首先就是做好每次防守 每次防守 争取把进攻 能够打到王哲林那一点 让对方有收缩 然后你再传出这些球 这样的命中率才会高 但同时呢 你打不进之后 必须是第一时间要退守 尤其是你内线退守 不能让外线退守的时候 收缩得很大 因为现在外线很准 你如果内线不退守的话 外线就会补到内线 外线就会有机会投篮 所以呢 内线一回来 坐镇中央 就不需要外线来回地补 这样呢 他的外线的机会就会很少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空位 下半时可能第二节开始的9号 又投进了一个三分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他没投进 我觉得对于他的出手的限制 还是要再加把油 目前美国斯特是14分 3分9 5中2 2分球3中3 突破内线 哇 这球想跟上一个补扣 犯规了 就美国斯特这一点 现在能投 同时他还有很好的突破 对 因为就是因为他开始投开了 所以你必须要防出去 没错 以防卫同时呢 他的机会 突破的机会就来了 中央队这边上了陈林坚 对 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 需要去观察的球员 因为陈林坚本身 经过联赛的证明和历练 他是一个很好的投手 三分王的这种 对对 这种水平 但是在国家队的这两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 一上来打得很用力 就是太想把自己的这种特点 能力展现 反而守风不顺 打不开 看起来是有些紧张 有些紧 有些紧之后呢 他可能又更想打好的 所以他现在就需要的放松 能够把训练的水平 发挥出来就可以 对手换了一个二三联防 要注意三秒 对方这个夹击做的 还是比较快的 我现在个人感觉 我觉得现在咱们 瓜队的进攻节奏有些慢 到了半场之后呢 马上就要停住了 大家都站住了 然后再叫战术 应该结合更快一点 又是九号 好球 陈林坚 非常好的机会 打反击 看看有没有 控制一下节奏 给到第一位 王正林 这边对方没有落位 一打一的机会 往篮下扛 转身分出来 很好的三分投篮的机会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 胡敬秋再用 漂亮 注意 确实是 刚才这个 孙明辉和这个对方的八号球员 可能两只手绞在一起了 我们看 稍微的控制一下场上的氛围 把这个孙明辉换下 上了无钱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球员 他是崇尚身体对抗的 没错 还有很多这个技术 他可能不觉得 但是咱们可能有的时候 在联赛啊 包括这一些 其他的比赛当中 没有觉得这是正常的身体 身体对抗 又被对方抢到一个前场篮板球 稍微情绪上有一点波动 感觉 专注度不够 得尽快地稳下来 对年轻球员来说 场上无论发生什么 要马上地稳定下来 目前给到王哲林 再拉开 小打大一个错位 回到高位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呼吸球连续两次 三分线外的机会 没有投进 想李南指导 是不是要该换 阿卜杜沙拉木了 很有经验 好球 非常非常的耐心 中队这边 叫暂停 又是位博斯特 对方 对方现在进攻打得很顺 我们的防守呢 显得慢一块 就是说对方传到球了 我们才上 就是预判性 现在 没有前两次那么好 前两场 跟不上对方 对 一会儿跟不上的节奏 到哪个点呢 都慢一点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提前防守 所以对方现在打得很有经验 就是我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不见得要出手 对 因为你总是慢了 四分之一拍到半拍 我倒到第三个点的时候 你就是慢一拍了 你跟不上了 我这就是一个空位 对 所以他打得非常耐心 那么这种情况下 而且对方的宝兰兵功率很高的时候 就是陈磊指导觉得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遏制对方 或者说打破对方的这种节奏呢 一般对方打得很顺 我们怎么去打论呢 叫个暂停 然后回来怎么去 我觉得现在应该一个是对持球紧 咱们一直做得比较好 第二个就是他们通手移动 我们对他们的这个身体对抗不够 他们一变跑 还是要先对抗之后呢 然后再去选位 不能让对方每次战术都跑得那么自如 其实这是澳大利亚队的特点 就是他你看防咱们空手的时候 他崇尚这种身体对抗 好像到处都是半马锁陷马坑 你怎么都跑不顺 所以刚才才有这样的一些 情绪上的冲突啊 那么这也是因为对方的这种 身体对抗要求很高 那咱们也要去有学习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提升吧 对 这个为什么就是选择 和大家的比赛 我们也是在身体方面 能够找到更多就是对抗的点吧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 你光想用身体 但是不是正常的对抗会放追 那对方全场122 回来的时候是23联防 对 无前的机会 无前是投手 今天中文队三分不是很准 因为节奏被对方打乱了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的节奏不好的时候 你个人的身体节奏 出手的节奏 动作的节奏也都不顺 好球 抢多啊 阿布莎莫 转换进攻 阿布莎莫的防守的时候 他的选位是非常聪明的 没错 他的防守篮板 包括他的空手移动 对 这是特点 对对 这是他的特点 真的是很有优势 漂亮 好球 很可惜这个球 这是您说的 已经加强了 对持球人的防守的强度之后 加强了对空手的 这种移动的限制 然后传球线路的这种断线 换上了一个投手 35号 上来就扔了 对方这个 现在的他们的三分球命令率 有些下降 我们要招出这个机会 把球交进去 位置略高了一点 看看往低位要 上线有加击 回到上线 球转移往着侧 三分球进 阿布莎莫真好用 心理素质非常非常好用 防守能非常投入 做防守兼兵 进攻 我该给我处理的 该让我去终结的 我都能把它做到 我们看现在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第二截已经进行了八分钟 现在还剩两分钟 对方还没有一次犯规 所以说明了 他们的防守 现在一直是收到里面的 我不和你外线身体对抗 我就让你投 但是现在咱们 沙拉布投进一个 甚至其他外线 并没有投开 又是一个很好的防守选位 造成了对方的失误 阿布莎莎莫上来之后 这个作用很好 一个扣篮 一个三分 两次造成了对方的失误 抢断 同防两端很好 还是把球打到王哲林 对抗确实很强 还会想起来 好球 又一个 这是我想起来去年中国队亚运会打伊朗的那场球 阿布莎莎莫当时就是短时间的一两分钟的一个爆发 关键是会屡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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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兴奋了 这个强篮板托人犯规了 这手罚了 罚球了 现在对方的命中率明显下降 强好每次篮板球 然后打反击 要内心一点 一切都会打托手 所以我决定了 这就不能够去 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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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球之后12 对方就是打进之后12 回来换23联防 对 他们今天守联防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长 那还是两次双挡 还有7秒 要注意进攻时间 来下 中投没有 35号和9号是重点球员 35号 好球 对方的这个球 第一倒得很快周转的 第二重点很明确 就是要给35和9号 这两个人外线机会 他们现在打得非常非常的内心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这个防守 第一次第二次轮转都能够到位 但是再往后的轮转 后面就慢了 对 现在澳大利亚 跟咱们打了三场球之后 他已经熟悉了咱们这种防守轮转 所以他打得更内心 像之前前两场 澳大利亚可能第二个机会就攻了 没错 但现在他不攻了 他等你之后 他寻求第三个第四个机会 这个罚球啊 今天这罚球丢了多少分了 这是 也是两罚不中 这边 罚球 周磊 前场的五打二 反击打得很快 但是居然没有能 好球 漂亮 居然第一时间 没有发动成这个反击啊 等了一下打到内线 但是造成了二加一 虽然过程不是那么的美好 但是结局还是不错 周铮这个球 传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速度 然后力量 让王智宁接着很舒服 再来一下 淡个人 澳大利亚应该执行最后一攻 他有23秒 一定要注意重点球员 这个犯规不是很聪明 因为这时候已经犯满了 所以你一犯规就要上罚球线 所以这个球是白给对方两次犯规 罚球表的字笔 Serving to the end 对方还是继续罚球之后 首要二的全场区域 用上时间 还有十秒 用上时间 我们看这个球是不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裁判员已经吹了犯规了 这样是比赛结束上不上 但是要罚这两次 不占位了两罚 罚完比赛结束 所以阿布莎拉姆有时候就是 他的空手能力真的是很出色 对他这个成长的太快了 进步的太快了 这才短短的几年 他这个 从一个只会空手的一个球员 马上就现在变成空手三分防守 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一个球员 但是他这种天赋就是对篮板球的 包括我空手 他在关键时刻总能出现在那个队的位置 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种天赋 特别像特别早的时候 这个翟小川刚出现 小川刚 他这个空切啊 包括他这个篮板球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也算一种天赋吧 没错 这样呢 37比47 中国队这一节追回来了4分 对 我们稍时休息 半场之后 回来继续为您带来下半场的转播 一会儿见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堂 为您带来的2019年中澳国际南兰队抗赛 中国队对正澳大利亚NBR联队的第三战 我们在长州澳体中心 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上半场比赛的中国队是37比47 暂时落后10分 我们还是请我们非常熟悉的篮球解说嘉宾陈磊知道 跟我们对上半场比赛的情况 先简单地进行一个梳理吧 就是结合刚才这个记录统计 上半场对方的三分球是46%的命中率 我们只有20%的命中率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落后了很多 第二就是篮板球 我们只抢到了12个篮板 澳大利亚队抢到20个篮板 半场球就输了8个篮板 在咱们身高占优势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下半场 下半场能够做得更好 然后就是在防守上 上半时的防外线防得不好 对方的命中率很高 这样我们在下半时的时候 对他们的外线尤其是9号 和35号要加强保守 没错 非常好啊 非常好的一次篮板球之后的转换进攻 分到外线打进 分差错了各位数 对方马上还了一个 对方马上还了一个 确实准 内线拉出来投三分 把周鹏利用双眼户兜出来 时间 好球 好球 自投自抢 打进 防得非常紧 回来之后 这球防守抢的有些太大了 就过于过于的这个太抢前 所以他对方一转身之后 根本跟不过来 不好好捱 承受了 上半场刚才陈磊知道 结合这个就是统计的 一个是三分球的命中率上 我们还是有跟对方有一定差距 篮板球出了8个 还有一点就是罚球 这会儿一上罚球 我们看到 罚球上中队这上半场 确实丢了太多了 我觉得最少得有十分吧 因为那个技术统计我们这里没有 所以呢 我感觉从直观上来讲 十分有很多两发不中 没错 这儿有王哲林 拉开 好球 好球啊 漂亮 武汉又是篮板球 王哲林这点补防出来之后 对方的马卓克 地位的补二次进攻能力非常强 好球 有些可惜 快推手 好球 来 来 好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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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李南指导给慎子杰非常多的时间 能让他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 想些失误 这些很可惜 赶紧退房 迅速过来 小打大 换房 又一个 今天真的是命中率非常高 上半时的命中率是46% 好球 换房硕 小一点 这部队继续换队 掌声做给方硕 欢迎郭外辉 这个罚球今天是命中率比较低 其实如果丢掉了这些罚球能把握住 现在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 对 在输篮板球输三分的情况下 罚球只要能保证 对 基本还是能持平衡 对手电梯战术 转眼户出来 没有 其实周鹏一个人防就可以 其实周鹏自己防可以 旁边的人可以收 稍微 收的小一点 周鹏 终于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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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囧牌 中国 Chapter 8 加油 赵继伟的机会 好强哦 漂亮赵继伟 赵继伟 这个节奏 控制的比较不错 我看 我们能不能把火力蓄上 给他过一轮 伸子杰提债打档 还没有要掩护 往反向走 好的 金座 往若侧转移 机会很好 对方转换进攻打得相当快 中国队的退防 攻击守这一下 还是显得有点不及时 因为对方 换下的是一个大哥 相对于阿布图沙拉布 来讲 他在风盖上就肯定会吃亏了 没错 双方快变 德顿无效 成功对 23号阿布 杀阿布 推荐犯规判规 互物 Personal 更是第四次判规 我看到李南指导继续调人 李日监统 打扰力 判规 你明明 确定 把球赢 用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旦给对方一个空位的机会 对方外线总能把握住 对 所以这是球队还是以外围 他真正的在内线打 他打不了三分 对他还是寻求更多的 三分的出手机会 外线一打一 圣洁千上篮板 他会电进了 是把每一次防守做好 小达大 直接选择中投出手 篮本球保护下来 小球乖轮 这剩10秒 现在这时间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进攻时间啊 这是 ő 第2 准急没有能上进 对 我们现在这个在住在退房的时候大家有些放松 这边打完之后还是慢慢的退 但是对方的快下的球员已经都快到篮下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又一个三分 对方这个 采线的 21号这个大个还是能拉出来投篮的 对 那他篮下呢 可能这个威胁不可大 但是他可以拉出来 把王智琳拉出来 朱埃伦三分球 第一次出手 要打转换进攻 我们看已经两次了 这个11号 两次快下了 都是打我们的身后 所以这个退守还是要更积极一点 好球 好球 刚才这次中国队这个防守的换防换得非常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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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是十分左右的分差 第二队王正林拉开 上线回收 若瑟转移 段玥伦两次出手都短了 对方的快攻 下了胡金秋 上了周鹏 上了周鹏之后 这个阵容更有机动性 外面的投篮能力就会更强 这个是在脱手的情况下还能把球投进 延误再回收 差一点形成一个抢断 地板球 形成了争球 好 全身后中国的球选 好球 赵继伟 贝伦龙三次出手都管 还是在适应比赛的这种节奏和强度 对 所以出手的这种力量 或者说整体的感觉都没有那么好 因为距离这个世界比赛时间还长 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去调整这个状态 但是刚才这球反映出赵继伟和郭艾伦的默契程度 在弱侧一突破马上就看到弱侧的队友 我刚才在翻坏动作的时候对方要为了不清晨 我刚才在翻坏动作的时候对方要为了不清晨 下了郭艾伦再上方硕 对手守二三联防 上线的双挡方硕 从结合布公 再给他 这球 这球两个人默契可能出现了问题 方硕以为周鹏会在领渡角等着他 结果周鹏可能想给方硕拉开 没错 这就是北京队的习惯的战术配合和广东队习惯的战术配合 不一样在这个地方 如果方说在四十五度 那脚上肯定是朱熹 脚上肯定有个人 对 肯定是朱熹 但是这边广东队经常打的就是溜底线就过去了 对 溜底线走了给这个强侧的这个拉开空间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俱乐部配合的这种痕迹和习惯在里面 周鹏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全队分解第四次犯规 周鹏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二十一秒 进攻还有十六秒时间 对手好像占了个二三连防 黄哲林击帅打远户 各侧背野户 阿雅 写心之物 这样呢 第三阶比赛结束 五十八比六十八还是十分分差 稍稍休息 一会儿回来关注最后一阶比赛 中国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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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二三连房 王哲林这个位置四股主角 给到第一位好球 好球 周鵬 非常漂亮 一个 这个位置成为比较高 重中接力 连续的突破分球 好球 这克林特 纯投手 但是也还有一些 低位进攻的能力啊 其实还是蛮全面的 但他最后完成进攻那下 还是这个托篮的手型 非常非常好 对 赵俊伟也非常好亮 赵俊伟 要有这种干脆的进攻 要有坚决性 对 要 好球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赵俊伟能够找到俊伟 中国队起誓 打转换进攻 王哲林打到第一位 进攻犯规 给他进攻犯规 进攻犯规 企团 还没有照照 送给大王狭狭的董交 七分 对方那个冲抢篮板球 非常积极 所以咱们这个王志林 在封盖之后呢 没有急着回来 所以被对方抢前场篮板 对方篮板球上 现在领先差不多十个 第三季结束还是八个 这个球是提前犯规了 我看这几回合 王哲林这个退守非常非常的快 有两次对方的快攻的上篮 都被王哲林给干扰掉了 但是就是后续的 我们队员一定要跟进去抢篮板 队道罚球线 这是破联方一个常规的打法 好 王哲林 现在王哲林 整个距离篮筐 大概三米左右的半径范围当中的 进攻手段都很松弗 冲头勾手都很漂亮 看来这场比赛对于中部队来说 还是观察人磨合队伍要远远大于胜负这个重要性 所以今天王哲林打的时间真的很少 对 基本上开局打两分钟就换身子阶上 好球这个轮掌很好 最内心防不要犯规 哎呀 这篮板球又丢掉了 阿姆斯拉木吹了犯规 那他就午饭了 阿姆斯拉木今天拿下十分前三节 对 而且往往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往往能站出来 没错 所以说这个在第四节对于中队来讲 还是受一些影响 阿姆斯拉木下了之后换上郭艾伦 这个中部队打一个超小个的阵容 三后位 可以让周鹏去到四后位 但是这个换人又没有换清楚 两个人铺一个了 对方还是守这个二三联防 中部队打一个三后位的阵容 这个时候一个最小的阵容 好球 好球 赵介伟这个主中球 看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提前球领人 现在中国队的问题就是 怎么防对方的低位进攻 因为个儿太小了 对 这个阵容相比来讲比较小 而且对方是两个大个儿 这个沈子杰相对来讲 这个身体这个强壮方面 可能跟对方这二十二号 还有些差距 漂亮的注册 让路沙拉姆十五分 投篮十中七 三分球四中三 而且很多都是关键时刻的得分 中投没有篮板球 对方打反击的机会 把郭亚伦地位防对方封线 好球 这防守也是拼尽全力了 现在我觉得这场比赛前三年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每一阵的犯规 都是在提前与对手 进入这个罚球阶段 对所以这一方面 可能我们防守很积极 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又给了对手 更多的这个罚球的机会 嗯 郭队换上陈林坚 啊 今天这个技术统计始终没有给出这个罚球的这个命中率的情况 对 这个球就是对方的一二防程了啊 对一二这个区域的防守 因为我觉得这个球如果球出来之后要立即去进攻不能去拖时间 这样的话呢 可能对方这个区域的防守 这个防守就形成了这个 没错 就是打到目的了 其实我们在前面有几次很好的通过传接球 把对方的这个一二二前面三个人都破掉了 直接 过完之后其实第一位就是很直接的二打一的机会 其实这种机会应该去打 对 他都没有打 不打的话他一直会跟你这样守 你的进攻时间会很少 因为在后场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是 还是想给神子杰空姐里中队连续三次出现了问题 上来得很好的 方叔 没有 方叔今天开上来的时候 树感很火热 没错 中盈棍 好,放手 中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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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半落后了14分 我们要公布一下这位获得海号的朋友 他的文国名叫在全世界放羊 我们要在这场上 在这场上呢 您见开您的手机当中的这个货物餐 如果我来准备我们的这个项目 我们要在这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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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打进的时候要快点吧 你们转换快点 你放开点没事 我们看到其实在叫赞亭的时候 这个中立队员这种习惯还是非常好 所有人不管是上场了不上场 包括阿卜杀拉姆已经罚下了 午饭满了 但是他看都很快地围在一起 去听教练去讲 接下来这种布置和安排 这是一个很好的整体性和团队性 对 是 首先这支男狼的凝聚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大家非常团结 我们是中国国民 中国国民 加油 中国国民 加油 股金球 王哲林 方术 郭艾伦 加上陈林坚 好球 这球给的 漂亮 王哲林这个得分能力现在真是很好 对 就在这个篮下三五米的位置 他的手感非常的好 高手中投度非常漂亮 防得不错 这边防守中对方的确实相当好 王正江 陈律坚 陈律坚这个整个还是感觉他有点紧 没错 跟王正林对前面有机会 王智琳只要一拿球 对方五名球员马上都收魂了 对 都收到进去里面 对方很有经验 因为对方领先他不着急 一直在控制时间 王智琳现在需要打得快一点 反而这球被干扰了 其实这个机会在陈林间这已经出来了 但是对自信心啊 还是可能因为前几个 前几个球没有投进 他下面的方说可能 其实他这个机会要比方说的机会更好 没错 没错 来鼓励一下 他需要这个精力 因为他只有精力知道之后 他在今后再有机会之后 他就知道怎么打 没错了 这场比赛呢 对于这个像神字节呀 像陈林间呀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适应比赛 或者是感受比赛 包括对于像郭艾伦像周鹏这样的老队员 也是一个恢复自己去找比赛感觉的一场比赛啊 李南指导用了很多的队员去去在场上 试验不同的阵容 而且是去主要要观察很多的不同的球员 对 因为这个后面还会有很多重要的任务 然后我们也知道也会 通过自己的这个建队的这个思想 然后用他去许位置上的队员 然后来考察这些人员 然后再考察这些人员 好 好 我看情况张震林是要上 还是给这个小将很多的一个机会啊 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上场时间 第一场比赛打了略显紧张 后面上场之后呢 这个上学有一个得分 两分 篮下很敢打 就是短暂的适应之后 他马上这种心态能调整过来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长期 从小吧 就是在美国中学 高中学和大学打球 这种心态呢相对来说 比较放松 适应的比较快 对 江振林真能跑啊 对 第一个跑下来 小伙子这个 这会儿要是方硕看见说给一个啊 好球 好球踩线了两分 全场防守 对方控制节奏 9号确实很有经验 打到最后一秒 而且很稳定不受干扰 对 而且很稳定不受干扰 你的倒地啊 补防啊都不受干扰 对 好球啊 都有这种特别强的 短时间爆发的这种能力 对 对方硕 对方硕 阿布朗拉姆 赵瑞 这三个是从去年亚运会就得到检验的 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重要场次 关键时刻突然之间就站出了 突然爆发 连续拿七八分 连续拿十分 然后一段时间帮助中国队去改观场上的形势 这三个球员在这一年的表现 这一方面是我们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这种短时间连续输出能力的强 对 然后再推进方术 防下了一个 然后再推进方术 苗兰往里脱 赵纪伟 看周鹏非常非常 就虽然比分落后十分 但周鹏防得非常积极 没错 这也是 这一个老队员在场上需要起的作用 他应该给年轻队员更多的这个向上 你看 对持续防得非常的紧 很认真 对 非常的认真 同位医交客人 取得以下 国屿 就是 这不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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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